在巫师和暗黑破坏神等奇幻RPG游戏中 有些小镇总是摆脱不掉悲惨的秘密 他们四周有沼泽环绕 与怪物共期 然后献祭子女以求一时之安稳 那他们究竟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这便是哥德想带领玩家探究的问题 这款游戏将角色扮演 及时战略 殖民模拟玩法相融合 旨在提升建造的谨慎性 战斗的刺激性 以及故事的突发性 促使玩家做出艰难选择 但很可惜 这三方面的表现都简陋至极 缺乏深度 无法激发继续游玩的兴致 最后我只想从如此压抑的沼泽小镇一跑了之 待到最后终于脱离了苦海 这里的人来信询问 为什么不回去探望他们时 我会告诉他们 不仅是因为小镇的死气沉沉 还有糟糕的库存管理设计 哥德的故事设定在一个特别特别黑暗的奇幻世界中 这里的太阳不见了踪迹 黑夜漫漫无边 屋外野岭有凶兽作孽 人们的理智也因此一点一滴消逝 本作的设定还是挺吸引人的 角色设计和故事情节也比较精巧 但推进起来就会显得有些拖沓 作为一位即将倒台的国王代表 你的任务是在当地的一个小部落中进行游说 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清袭中充当向导 因此你需要在怪物出没的沼泽 高地和树林中建造新的前哨战 以及被称为哥德的栅栏式定居点 偶尔你也会遇到极其强大的怪物 比如怪物Horos会向你提出要求 或是献祭一个孩子 或是找回他们丢失的物品 听上去是不是都是那种 能引发一系列后果的生死抉择 但哪怕是献祭一个孩子 你只管满足他们就好了 而且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不良影响 故事情节深入探究了一个 斯拉夫风格的黑暗奇幻世界 讲述了过去的神势和史诗节的冲突 但却少了些独特创意和富有情感的配音 人们只是不断重复地叙述着过去 而从不讨论现在发生的事情 你可以通过收集编年史 来了解游戏大部分的背景故事 编年史以维古文著成 实际读起来傲口又难记 游戏中的一位卑鄙小人 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台词中的种种陈词烂调 至于其他的故事情节和角色配音 他一个人可真就是带不动 当然更支离破碎的戏事 也未必能淹没一款好玩的游戏 但哥德的玩法 同样与心影深刻四个字相去甚远 原因之一就是 在6到18人的哥德中 建筑必须要造在栅栏内部 因此资源稀缺的同时 空间也十分紧张 实陶起来就好像在摆俄罗斯方块 如果挤不出地方 你就得拆除闲置的房屋 腾出空间 但扩展哥德范围后 空间紧张问题就凭空消失了 这一设计根本没有做到贯穿始终 它既没有一万僵尸塔房的设计亮点 也没有北境之地周到的资源管理 与近些年的基地建设游戏拉开的差距 如果本作的殖民模拟方面 比起只有五种资源 实际种建筑的即使战略方面更有深度 或者人物有足够的个性 优缺点 愿望和诉求也好 可惜我也只能想想 建筑和各种资源类型的有限性 使得哥德在殖民模拟方面 也没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 在20小时的游戏流程中 平均每个场景都需要花费 一个万小时的时间才能通过 在此期间 你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按相同的顺序重复建造 新建筑和升级项随着剧情推进 也只会一个个的慢慢出现 虽然你很容易就能找到 食物采集和地图探索的要领 但枯燥感挥之即来却呼之不去 仅有寥寥几个场景能迫使我改变策略 比如在东近漫长的地图中 采蘑菇不再是一条出路 我需要进行交易才能获取更多食物 我相信只有增加这样的场景 哥德才能破除套在玩家身上的劳累枷锁 游戏中你管辖的村民 也相当于RTS游戏中的作战单位 每个人都有健康 理智和信仰值 理智值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项 如果有人在黑暗中独处的时间太长 其理智值就会下降 而生命值和信仰值是村民活下去的保障 或者是也可以当作你施展法术的能量值 同经典的殖民模拟游戏一样 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技能 以相互区分开来 他们还携带着非常容易被忽视掉的怪癖 只会在极个别环境下产生负面削弱或震相增益 想要吃香的 离不了做脏的 至于那些只擅长战斗却在战斗中失去理智的家伙 我会安排他们和熊互相伤害 致死防凶 这样才能给那些不会成为累赘的人腾出位置 尽管当时哥德大言不惭的宣传说自己是一款生存游戏 但它的难度并没有那么高 即使在最高难度下也是如此 倒不能说它丝毫没有挑战性 只是这种挑战性来自于微观层面繁琐的管理 其中包含规定村民允许前往某处的时间 最难应付的莫过于确保其某位村民能够定期喝上一杯蜂蜜酒 以免他理智值疯狂下降 同时还要确保他在寻找芦苇时不会脑子一热 自己送进怪物巢穴找死 我想这大概更像是一款黑暗幻想之成为老妈子游戏吧 与之不同 几个月前推出的殖民建设RTS游戏 智困一心黎明 在管理角色时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优势与劣势 你只需要提供基本条件 收入多样化的资源 并改善整体环境就够了 而不是像老妈子一样 亲自去监督村民喝上足够的水 两者在战斗细节上的差距之大就更不用提了 哥德中的怪物也说不上有意思 即使它们长得再不同 能力再强大 那也未必能察觉到 大多数战斗都是以压倒性的速度进行的 即使没有任何人为操作 你手下经验丰富的士兵 也很快可以消灭一群狼或是几只怪眼哥布林 但在与大型怪物的冲突中 你还是得对不同单位进行多样化 且适当的微观战略管理 了解一下斧头造成的伤害最高 弓箭可以用于远程攻击 长矛耐走度最高之类的 敌人的某些惯性行为也可供利用 有些敌人的首要目标是最强壮的士兵 有些则是首先攻击最弱的 不过这跟多样化战术不搭边 你只需要把士兵设置为两对 然后分头行动 或者把虚弱单位撤回到安全区域 让敌人改变攻击目标就够了 当面对最强大的敌人时 检查一下性养值 因为你可能会消耗它来施展一些基础治疗 增益以及法术攻击 但这远不及我们在帝国时代4 或英雄连3中体会到的RTS战术水平 如果没有这么古老且不走心的UI设计 上述细碎繁琐的村庄和战术管理 兴许也就不会那么无聊难耐 放着干净简练 有25年使用历史的RTS单位面板不去采用 哥德反而为十几名村民中的每一个人 都列出了长达三页的庞大角色介绍表 没错 角色的三格物品栏就能站上一整页 所以想在人物间交换物品 就必须打开界面并切换到正确的选项卡 虽然这些角色的属性并没有魔兽争霸3的多 但本作却使用了其6倍界面面积来显示那些信息 暂且不看UI界面 哥德拟真的世界设计也显得太过杂乱 在关闭高亮显示模式下 很难看到需要互动的重要内容 而且游戏色调一直灰蒙蒙的 即使冬季清一色矮矮白雪的场景 也能给我带来少有的震撼 特别是在森林之中 你还必须左右平移并旋转画面 才能透过树丛看清发生了什么事 无论从RPG 即使战略还是殖民模拟哪个游戏类型的角度来看 哥德和他落魄的村民都是一样的悲催 其他游戏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们设立的目标过高 做得多而不是做得精 最后连优势也保不住 但他们至少承认自己是自作自受 还会起身替玩家绝好自己的目的 哥德却不然 他被单调的微观管理 敷衍的意外设计 和循规导具的战斗 束缚了手脚 徒留自己在原地腐烂发臭 敷衍的意外 敷衍的意外